北京时间7月22日 据美国媒体最新报道 休斯顿火箭队对于监约安东尼是有志在必贼的心态 近日莫雷在社交网络与球迷互动过程中就已经透露了火箭正在全力追逐安东尼 然而莫雷还有后面的一句话 那就是还会有更多的运作 这不仅引起了球迷的纷纷猜测 据相关知情人士爆料 火箭似乎有与骑士在商讨相关的交易 骑士在上个赛季经历过了爹爹的当一个赛季 虽然最终闯进了总决赛 但是遗憾的是 骑士还是遭到了勇士无情的横扫 绝望中的詹姆斯选择了出走加盟了洛杉矶 那么骑士就剩下了一堆垃圾合同 送走詹姆斯之后 骑士似乎只有一条重建之路了 据相斯顿媒体爆料 火箭据用安德森加戈登加选秀权 交换骑士的乐福加JR史密斯 戈登加安德森的合同金额 基本同乐福和JR相匹配 同时骑士还能得到了一些选秀权 火箭失去了火力点戈登 但是得到了乐福这个火力点 假如安东尼也能如愿加盟火箭 假如交易也能成型 那么火箭将主保罗加哈登 加安东尼加乐福加卡佩拉的五巨头阵容 这样的话火箭的火力 在一定程度上比勇士还要猛 求你也是纷纷调侃 真能那样的话 火箭还不得踢爆勇士的屁股啊 你认为这样的火箭能击败勇士的超豪华五巨头吗 欢迎留言讨论